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巴尔迪摩华盛顿地区 有点像我的第二故乡 而且我就说到他做的专业 你看你在Google过去是做研究员 而且研究的比如说Google翻译 包括什么你是进行自动语言处理的 这玩意儿能太复杂了吧 这其实就是基本上数学问题 他还写过一个书叫什么数学之美 但是人家还写叫文明之波 我们都听不懂了这些涉及到什么电子 我跟你说有一个你能听懂 我挺感兴趣问他 就是吴老师你说照现在这个翻译的 这个软件的发展 有没有可能做到将来有一天 我们都不用学外语了 可以 拿着一个手机就能够跟老外 直接就通过这机器就这么直接交谈 我觉得20年内肯定能做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不但不用学外语了 就是说很多程序员不用写程序了 因为程序也是一种语言 这是计算机的语言 如果我们能把自然语言 人说的语言翻译成计算机的语言 你就不用写程序了 你就告诉他干什么 这件事呢 两年多前我们在Google做一些尝试 现在最简单的一些程序是可以这么写的了 这样就是说那些不是学计算机的专业 我假设要做一个APP 你就说我想做成什么样的东西 他自己把程序给你编出来 对 我好像听说过 那这算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吗 现在都 这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接口吧 就是算是 就是说我们人和机器的一种很智能的一种接口 你最近玩过那个什么 就是他们是微信开发那个叫什么 小兵什么语音聊天 我是看我们很多同事就截屏 就是像那个那个电影叫HER 就是那个 就跟他很很像嘛 那个是是那个苹果的一个一个人工智能的对话 然后他是咱们自己开发的一个 然后我们同事很多晒 那个是大家很很时髦玩这个嘛 我找一些奇巧古怪的问题问他 然后他怎么回答 我也试了几个 但什么问题我忘了 我发现这个还真的是让你刮目相看 我还记得有一个命题 说到2045年这个人工智能将全面超过 好像是说人的智能 是是有这样一个理论吗 我是觉得呢 在有些领域他已经 现在已经超过了 就是说如果我们看机器的那智能增长 它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指数增长 人呢你如果认为是线性的 因为这两个速度相差太远 所以虽然一开始人的起点很高 但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呢 这个机器智能增长就会 力转就会超过人 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现在大致处于这个时代 我从吴老师这学到这两个这专业的词 一个叫什么图灵测试 对对对 当年那个就是说因为同性链 还被那个那个化学阉割 那个很惨的那个计算机之父嘛 说在当年就做过一个测验 就是说比如说隔上一个板子 后头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工智能 比如有个机器人吧 就是说你提一个问题 如果你分不清是人回答的还是机器回答的 那这就算人工智能 这算达到一个什么 就是说这个机器和人有同等的智能 你相信吗 有一天机器的智能 这个我相信啊 我是相信的 所以说理工男为什么说需要有人文情怀 需要读人文的书 因为我觉得这个直接涉及到 你对人类的这个意志 意识 这些东西的认识啊 这可能是我觉得是两回事 因为第一个呢就是 机器它拥有智能的方式和人是不一样的 就像那个我们比如说飞机你要飞 你是用空气动力学员你设计出来的 和这鸟飞起来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虽然它达到同一个目的 这是一个 那么也就是说机器呢 它帮助人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了好多智能问题 比如说现在 就机器诊断看病啊 还不是说看那片子 看片子能比任何人看多好 就是一般的根据你的病例来给你断病 大概能做到医生50%的水平 就是医生中等医生的水平能做到 那么就是说中等医生的水平就是50% 就比50%的好比50%的差 那么能做到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人来人类来解决一些问题 用它的治理 这是一方面 再以一个就是说 它是从那个伦理上来讲 它会不会取代这个人 这是另一回事 因为这个设计这个程序的本身呢 也是人 也是人 就是或者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有某一部分人 这部分人可能人数不多 它呢把这机器变得很聪明 然后呢 这个聪明的机器 再取代了另外一部分人 你有什么问题 我就想起来 其实你要是说人工智能在某一方面超越人类 我觉得这个很早就说了 不是有一个那个计算机深蓝吧 对深蓝 他不战胜那个是俄罗斯的那个 卡斯帕罗夫 对对 这名字我都记不清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 那个卡 他胜率是很高的吧 我就记得 卡斯帕罗夫是那个 就是人类历史上国际象棋 可能如果找两个最伟大的棋手 他可能是一个这样 对对 所以说在这方面 我觉得确实是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机器 这个现在这个 比我们这个人聪明的实在太多 那你你觉得会有好莱坞电影说的 对呀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他反制了我们 我倒不太觉得会是这样子 因为几个了 就是说他产生人智能的方式和我们人不一样 他基本是一个计算 计算背后是一个数学模型 这个数学模型是人搞出来的 他并不具备一个可复制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个 这个超级的这个聪明的机器人 这可能是我们全世界所有计算机 连在一起产生的这么一个结果 他有可能产生一个好的 那个正向的反应 有可能产生负向的 但是不管正向的负向 都是我们人施加上去的 能让他产生类似于感情的反应吗 至少现在根据他实现的方法是不可以的 那么你像有些时候就是说 这个我我上次是听一个人给我讲了 就是需要动脑子思考的 好像这个计算机啊 可能很容易超过人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算295乘以298 对于你来说得想半天 他一下就出来了 他但是属于我们一些下意识的东西 这个是需要很大的计算量 这个是这样子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任何一个东西可重复的 比如说我们计算机诊断病 就是说你这个同一个病例 你基本上得到同一个结果 这是可重复的 或者你哪怕计算机识别语音啊 识别这医学影像 这都是可重复的 这只要是可重复的 这个计算机呢 有可能超过人 但是原创的 比如说艺术音乐 这些东西 我的观点就是我们人类进化 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现在不是说有软件能跟你写小说吗 写新闻了都说的 写新闻都要带 就是已经是这样的 就是你比如这个月正好是华尔街出财报的这个月 那很多的这个对财报的这个解读 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 比如说报道说 IBM这个月盈利多少 他们本来预期多少 现在是抄了还是不到 这些其实现在是机器写的 那就像刚才他说的那个电影 就那个赫尔那个电影 将来有可能给这个中国要进入光棍社会了 就这到时候四千万光棍 能给他们造出四千万个情人 能够满足他们从情到性的需求 心灵的交流 有可能这虚拟技术发展到那一天吗 我觉得比较难 因为难得哪 我就是说人的情感跟情感有个关的 比如说我说音乐艺术吧 这几乎是我们说老天爷造人吧 就是说这进化过来 在人的这个进化过程中 独特形成的这样一个就是属于人类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这是任何人最终最有价值的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在远古时候 跟我们人类竞争的各种人种是很多很多的 最后呢基本上就是都被我们人类给毁灭掉了 也好就是就是通过竞争他们效亡了也好 唯一一个就是跟人类竞争 非常接近的是那个那迪安德特人 嗯就是这个在在几万年前也消失了 那么呃 那音乐的这个本身是几乎就是现在那些考古学家 古生物学家发现就是说 是我们的祖先唯一拥有的一个 就是其他人类都不拥有 迪安德特人拥有一点点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梦想的能力 所以我们说所有东西 你先要想得到你才能做到 梦想的能力 这也是我们祖先所独特有的 那么迪安德特人有一些 但比我们祖先弱 就是虽然他们的脑容量 就是说可能也许酸酸素 梨安德特人比我们祖先还能干好吧 嗯 但是这些艺术梦想 这是我觉得我们人类 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你看人类未来的前景 咱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这个挣钱打工的活 全是机械而干 咱们搞艺术 写诗 图曲 说谈恋爱 我刚才本来想说 吴老师说的让我特别沮丧 因为什么 我一想听吴老师 我就想听我们小时候啊 都是那个小学一天 说你长大了要干什么 我们班里大部分都写 科学家 长大了没有一个人 成为科学家 我一想 吴老师就是我们小时候 写我的理想这种人 然后我又想起来 我们都是文科生嘛 我就记得有一次 跟高中同学的一个谈话 然后在喊到我们一个高中同学 是学了物理 然后后来就是 我发现学物理很多 最后精神崩溃了 因为可能都研究一些终极问题 然后他就说 你看像咱们文科生多好 整天接触这些 这世俗的问题 咱们不用去想什么 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爆炸的 这个这个 怎么来的 这个未来是怎么样的 后来我当然是自我调侃了 当后来就想 人类真正的进步 不是觉得还是人文科 还是理科生创造的 我刚刚觉得文科生 理科生创造的 但是结果是文科生享受了 对 我们又赢得了自信了 我刚才学了个图灵 测试 其实还有一件事 我这个文科生就不懂了 什么叫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是这样 1965年的时候 就是戈登摩尔博士 就是英泰尔公司的创始人 他提出这样一个理论 他就说在未来的十年里 当时他只能看到十年 然后半导体芯片的性能 集成电路的性能 可以每年翻一翻 但后来他把每年翻一翻 改成每18个月翻一翻 但是当时他以为只能涨十年 就停住了 那么结果这一下子涨了五十年 所以这下就很可观 你可以想象 每18个月翻一翻 五十年 今天我们手机芯片的速度 是当时全世界最快的 超级机速度的 可能几万倍 你其实我想 好像是咱们是 19四几年才有的 四六年 计算机 对 是吧 1946年才有的计算机 哎 你想想到现在 才六十几年吧 这才 这才五六十年的功夫 还不到六十年 还不到六十年 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你在想 再过一百年 就像疯了 会发展成什么样啊 哎 你就是你所说的 这个 你认为摩尔定律 决定了是多少年 到多少年之间的发展 就是过去五十年 基本上就是 世界上 我们每一个产业 采用了这个 就是把它变成电子化 就是采用半导体 计算机 它就形成一个新产业 然后这GDP 就有一个大的提升 过去五十年 基本上就是 把全世界所有产业 重新做一遍 那未来受什么定律 主宰 摩尔定律 可能还能延续个二十年 因为它已经到了 光速的极限 基本上现在 然后那么可能大数据啊 机器智能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未来的一个新的火车头 互联网 在互联网基础上 互联网是一个基础架构 互联网将来就相当于 我们的书电网 有点像 哦 文科女 文科女傻了 不是 我就说我们文科生问的问题 在这个吴老师看 有些都是 就是驴臣不对马嘴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 因为每社会上 每一个人关心的 这个科技问题 才是这个社会 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没错 而且我觉得现在啊 不应该再分文科和理科 真的 你你就 现在你会觉得 你像他 也在研究大学的问题 对吧 大学是搞什么的问题 甚至 我就说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他亲身经历的这个硅谷 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 好 最近我们这个中关村 你听说了吗 就是 就是好像这个什么 卖什么电子一条街 不这么搞了 中关村开始搞点什么 什么一条街 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看就有这个网友说 哎 那说好的硅谷呢 哈哈 硅谷 为什么我们没没弄成硅谷呢 弄成那个片子一条街了呢 硅谷的起源呢 有就是很多巧合 比如说天时的原因 低利的原因 比如说当时 IBM正好要办一个这个大的研究中心 搞这个磁存储计算机的一部分了 就设在这了 他要设在别地了 呃 别的可能发展就快一些 因为在硅谷以前啊 呃 没有什么工业 那个都是淘金者 那么没有这个搞计算机的正规军 他来了 所以这是天时地利的一些原因 很重要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地区呢 他一直呃 对这种叛逆的行为 非常的认可和支持 哎 这点我喜欢 是文化 我今天喜欢听 他就说 他是他这个言人之所谓言 过去咱们听说说 美国硅谷是什么呀 感觉是什么 乔普斯在车库里头 怎么就给创业嘛 一帮年轻人 然后或者还有说一个斯坦福大学 大学在旁边 提供这个致力的支持 还有一个是一个一个什么理由 风啊 风头 风险投资 就是硅谷之所以是这样出来的 他说的跟人家都不一样 比如他头一个说的 就是说硅谷是叛徒文化 叛徒 对 哎 叛徒这玩意儿对现代有好处吗 呃 对一个企业可能未必有好处 但对整个一个地区长期的 一个稳定的繁荣是非常有好处的 就硅谷都是一些背叛了母公司的人 出来办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 比如说硅谷起来 为什么叫硅谷呢 是因为有半导体 半导体怎么起来的呢 就是最早有一个做晶体管的人 叫那个夏克利 哎 搞了一个晶体管公司 那他手里下八个人 那个当叛徒 背叛他 自己搞了一公司 叫仙童公司 这公司呢 发明了集成电路 那么 这个仙童公司呢 是今天是全世界几乎所有半导体公司之母 因为 在六七十年代 那个全世界半导体大头们开会的这个会场上 互相介绍 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仙童公司工作过 也就是说没有这八个叛徒 就没有整个这个世界半导体的产业 哎呦 那你说 那我现在要背叛凤凰卫视 那不就是不忠不义 你就是说 哎 你怎么 对吧 是不是企业文化还是不一样 不同性质的 不光是企业文化了 那接着说这个仙童吧 这八个人出来以后 他们其实过了两三年 又都离开仙童 就各自另立门户了 包括世界上最大的这个 凯鹏华营这个风险投资 也是这么出来的 包括今天最大半导体公司 Intel也是这么出来的 不是好像我记得 有些地方的公司是这个 合约是有规定的 有规定的 比方说你在我这个公司里干什么 你可以走 但你走了 你不能带着我的技术去 在美国新泽西 纽约 波士顿都有这样的特点 那硅谷呢 硅谷是这样子 它有两条 第一个就是说从总体来讲 就是说社会对这个判定 有一个宽容和支持 他们法律上有这么一个规定 就是说 虽然你要签这种 那个敬业禁止的协议 但是如果你一定需要 用某一项你的专长 你才能谋生的话 那就一定要允许履用 那你比如说 我说我假设我是做半导体的 我说我只会做半导体 对吧 你不能让我去卖这个水杯 我没这本事 那他只好让我到新的公司 去做半导体了 这是一个 就是说整个社会对他 一个宽容和允许 第二个就是公权力 对他这个背叛行为的一个认可 和甚至是支持 那么说起来就有一件很奇葩的案子 就是大概13年到14年之间 大概美国加州政府 撞告苹果 苹果 Google Intel 和Adobe 四家高科技公司 理由是他们互相不挖角 不挖角 然后最后法院法庭判加州政府赢了 就罚了这四家公司3.24亿美元 那么这四家公司就是当上诉了 上诉法庭判下来说罚少了 最后改判罚4.15亿美元 他们的这个这个理论基础是什么呀 对他他为什么要这么控告人家 人家不挖角 哎他什么事 因为这样就你就阻碍了这个创新和这个竞争 你们必须互相挖援 对 才有助于互相的竞争 然后导致创新 他是不是也是美国类似于那种反垄断的一部分呢 不完全反垄断是对一个在行业中 比如那个产生支配作用公司的行为的一个限制 那么这个就是鼓励挖角了 这是硅谷和加州地区独特的 因为在美国你比如新泽西啊 波士顿地区没有这种这种规矩的 但是另一方面你就会发现也很奇 也是很奇怪的现象 在波士顿地区 我们说刚才说大学有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 他有58所大学 对啊 26万这个大学生 然后四十就是有四十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就是每十万人一个 就是高科技很浓缩的这么一个地区 但是呢 从1979年以后 他就没有诞生过任何一家 就是能进入美国财富500强的公司 哎 这为什么呢 这个呢 就是跟他那个对这种判例的限制 以及对那个原有的这个呃 企业利益的这个保护 其实有很大关系 哦 哎 这个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我觉得就是本来大家都对斯坦福 有一种直观上的这个好感 看来这个硅谷这一片 要用中国的民心的话说 确实风水不一样啊 他这个鼓励这种文化 所以才能产生这种这种体制 这个专利保护 是对经济的发展不好吗 专利保护是必要的 你比如说药品专利的保护 你只有保护他专利 他才愿意投钱来继续开发 就是为我们人类治病的新药品 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 就是在有一些小公司 尤其刚起来的时候 他的那个精力在快速的做这个产品 而且把这个技术用于产品上 他甚至没有太多的这个精力 去顾及专利的这个事情 事实上呢 在那个美国从20 我看了一下那个统计结果 就是美国专利局的统计 从2009年到2013年 这五年吧 就是最近的五年 那个专利的大户呢 永远都是IBM 但是今天我们觉得 他稍微有点落伍了 硅谷这些公司 比如像苹果 Google啊 苹果从来没进过前十名 Google呢 就有一年 因为跟人打专利官司 打得太惨 所以呢 2013年勉强第十名 剩下的时候呢 偶尔Intel或者HP 能进到前十名 那大部分时候 都是一些老牌的工业公司 比如说技艺啊 这样的一些公司 就是说 真正的我们想象中的 比较有活力有创新的 反而不是这些专利大户 而且呢 这个硅谷就是敢让人死 不是就敢让你这个公司死 就是甚至说 我觉得有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吧 就是说那就是适者生存 是吧 如果你活不下去了 就是有句那么个话吗 就说你这个公司倒闭 就是对你对社会最后的贡献 最后的贡献 对 这太残忍了 咱们先剧热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那再说这个车库创业 车库能创业吗 车库可以创业 能出一些小公司 但是历史上就是过去大概五六十年诞生的这种真正伟大的公司吧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先童公司 英泰尔公司 后来的思科啊 Google啊 苹果啊 这些等等吧 你数个十几家 大概只有苹果一家是从车库走出来的 就说那是个神话 那可能也是一个巧合 那实际上它是得具有什么条件 能够在硅谷创业 一般的来讲说你创业 你有一个好的主意 一般是技术的科技创新比较多 在硅谷 商业模式创新比较少 那么呢 你有一个很确定的目标 说我给用户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不是说我赚什么钱 这点很重要 我给他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 然后呢 我因为这个发明创造 也可以有一些商业模式创新 比如Ebay当时最早网上搞拍卖 就是说让这个世界 在某个方面有了什么样的进步 如果你做到这几条呢 常常有一些比较有情怀的风险 投资人愿意支持你 你就做下去 你可能就最后成功了 这是一个通常的一个例子 当然为了你 就是能够站在巨人的肩上 所以很多伟大的公司 实际上是在前一个公司 内部孕育出来的 他不是跑到车库里去 是这样的 而且人家吴老师 你知道现在 所以他就多种多样 他现在也搞风险投资 是吧 你作为风险投资人 还是创业导师 你可以说说 为什么咱们中国 各个省各个市都要弄硅谷 为什么都没弄成硅谷呢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刚才我讲的叛逆 再一个就是对失败的宽容 这一点来讲 在过去东方的文化 对失败的宽容呢 不如西方的文化 因为我们比较怕失败 我们包括很多孩子 一毕业以后 说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大公司去 对 这是一个我们过去这几千年来 形成的这样一个观念 对吧 那么这个很多这个创业成功也好 哪怕在一个 或者在一个大公司里 发明一个什么也好 就要不断的去尝试 我们听过去爱迪生的故事说 他为了试这个灯丝 用了几百种材料 那那个扎克伯格 他也讲说 你就说我们干什么事 就是要快跑 要敢于尝试 就是一路跑过去 把桌子椅子都给撞倒了 你如果没有撞倒任何东西 说明你没有做足够的努力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所以这是一个对失败的宽容 以及在这 有了对失败宽容 我们做大胆的尝试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多元文化 其实你看中国发展最快的两个地区 一个是深圳 一个是浦东 那基本上也是一个 外来文化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 因为你一定有多元文化的碰创 你才能有新的想法 而且能有新的血液 就像硅谷的人实际是全世界来的人 全世界的人都说 尤其像最典型就是苹果的总部所在地